说来奇怪,父母把孩子拉扯大很少嫌弃他们,但是长大的孩子会嫌弃老了的父母,甚至不愿意赡养他们。 莫顺培养出一个公立大学的教授,于是他总插手儿媳对孙子的教育,搞到儿媳心理压力超大,后来病倒了。 儿媳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是叫莫顺出去,这让他很难过。 人越老就越对死亡有感触,莫顺看到前几天还和自己打架的老人去世后感慨颇多,他无意间走进一家青春照相馆,化成澳大利贺本的样子,准备用这张照片做自己的遗像。 没想到走出照相馆,莫顺变成了二十出头的姑娘,一上公交车就由帅哥聊他。 重返年轻时代,或许是上仓对他一生劳苦的垂心,莫顺决定这一次要无所顾忌地为自己活。 他给自己改名《五斗笠》,是澳大利贺本的谐音,他第一次那么大手大脚的花钱。 年轻的时候他想成为一名歌手,但是和丈夫结了婚,后来战争爆发了,丈夫去世后他带着年幼的孩子以讨饭为生,于是梦想成了遗憾。 莫顺有一个好嗓子,他在老人聚集的地方唱起了歌,吸引了电视台的导演郑宇和自己搞音乐的孙子。 机缘巧合下,孙子拉他进了自己的乐队做主唱,他的歌手梦渐渐变成现实。 孙子玩的是重金属,莫顺唱的是治愈系的情歌,两代人对音乐的理解不言而语,但莫顺甜美的歌喉打动了孙子,他转型开始将情歌融入摇滚成分。 郑宇在街头遇见莫顺,结果被莫顺当成流氓喊来了警察,后来两个人化解误会,渐渐走在一起。 莫顺死寂多年的少女心开始懵懂,郑宇给乐队一次公开演唱的机会,孙子写的歌很受欢迎,莫顺用沧桑的灵魂唱出了潮流的歌曲。 他婉转的歌声打动了无数人,家人也从电视直播中看到了莫顺,但是没有认出来。 多日不见莫顺,家人有些担心,他们报了警,警察把年轻的吴斗莉当成了嫌疑人。 那时莫顺住在老普家,她小时候是一个富家小姐,老普是她的仆人。 老普以为莫顺被害了,但她在吴斗莉的屋子里发现莫顺的假牙后,更是深信不疑。 忠心的老普打算给莫顺报仇,结果反被吴斗莉绑了起来。 为了消除误会,莫顺说出实情,老普消化了很久才接受。 后来莫顺发现只要身体失血就会变衰老,莫顺跟着孙子回了家,本能地关心起儿子来。 儿子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那么的熟悉,但是没有把他们联想成一个人。 其实后来,老普为了叫他撤销报警,告诉他莫顺变年轻的事情他也没有信,还打电话给老普约心理医生。 孙子的乐队越来越受欢迎,舞台也越来越大,有场演出他们可以和自己的偶像同台,可是孙子却在路上出了车祸。 正于要取消他们的演出,莫顺却坚持唱完了再去医院,他要帮孙子完整音乐梦想,然后亲口告诉孙子他很棒。 孙子的血型很罕见,莫顺恰好和他是一个血型,他要去书写挽救孙子的性命,儿子却在走廊叫住他。 儿子回忆起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往事,莫顺的表现让他深信不疑,老普说的话,他将母亲走,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,自己的儿子他自己救。 母亲的爱总能叫人无法抵御,莫顺还是把血赎给了孙子,然后变回以前衰老的模样。 他把正于送的发卡憋在白发上,静静地看着人群中的正于,他多想走上前去打招呼,只是他不再认得出自己。